有些话呀,例如资本大道不能倒了,资本野蛮生长了,这些话最近好像很少有人说了,因为这词有人觉得刺眼的,有人觉得刺耳,不让说,资本控制媒体,资本控制政权,资本在体制内寻找代理人,实现资本的意志,那当然刺眼,刺耳,怕人说了,您别紧张,我说的是法国,说法国的资本大道不能倒, 法国的资本野蛮生长,法国的资本控制媒体,法国的资本控制政权,法国的资本在体制内寻找代理人,你挤个啥呀,举个例子,不是新冠病毒疫情啊,是某一次什么流感流行,然后呢,法国政府就弄了一大堆疫苗,明显超过需求,原本不需要这么多疫苗的,但是法国政府就弄出了一大堆,政府决策失误,政府为什么决策失误啊,你政府的工作人员,你缺心眼啊,你决策失误啊,哪都不好使啊,真实的情况是, 政府是在资本的胁迫之下,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策失误,因为资本要赚钱,资本发国难财,趁着机会发财啊,发国难财,最后谁买的? 我说的是法国的事啊,跟各位说啊,在某些国家,疫苗这种事儿,割老百姓的韭菜,不过是小case了,货币发行权那才是有名的,货币发行权如果掌握在私人手里面怎么样? 美联储就掌握在私人手里啊,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例如像高晓松老师那样的人都被忽悠了,高晓松做节目,讲美联储,人家又不是国企,人家又不是政府,人家干嘛会多发啊? 现在高晓松怎么认识这事儿我不知道了,一度呢,高晓松对美联储那是赞誉有加啊,那时候我们看了高晓松老师那个时候的自媒体节目,其实不自媒体了,那时候后面有包装啊,我们都佩服高晓松老师原见着实,但是后来很多很多事情让我们对高晓松老师对美联储的歌颂产生了一种怀疑,高晓松老师现在怎么认识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知道如果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把世界上的很多事儿呢,都用怀疑的眼光去看, 这种世界性的眼光不仅可以让人觉得透亮,更重要的是他身之实,可以公欲,就是说法国有这事儿,美国有这事儿,德国有这事儿,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事儿,我们可以想象,以前就要包装,后来就要人设,反正是有些虚假的信息会把一个东西呢,残垢那屋外表打造的很漂亮,甚至像宝石那么漂亮,很多人以为的宝石那么漂亮,搞不好这个东西有害啊,搞不好这个东西有害啊,搞不好这个东西有害啊, 搞不好他就有放射性啊,放射性最厉害的是什么呀,化学元素东,这个东我告诉你,到现在为止这个东是目前致癌的非常重要的途径,很多人都以为,你看我这书房,前几天找人测过,测过当年出便宜啊,装修房子的时候,某种物质含量超标,说你这屋里有致癌风险啊,我天哪,我都不知道,做了这么多年,但是另有专家说你知道吧,致癌风险最大的是东啊, 所以那些打扮得很漂亮的宝石,说不定有放射性危害啊,我话只能说到这儿了,今天大家发现没有司法团怎么,嘴里含个热茄子,你话里有话呀,没错,我读了著名学者郑若林先生对法国社会的政治观察,他写了一本学术著作,他这本学术著作里面重点讲法兰西的选票,他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真实的经验当中的法国政治观察, 我向大家推荐郑若林先生的这本书,如果您平时对一百四十个字以上的字数,当然写的比较重要,一百四十个字以上的,深刻阅读,你依然保持兴趣的话,您不妨找来读一读,开窍,醒脑,而且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郑若林老师最新的一篇文章,西方资本如何架空,主导和控制政权,我们都知道资本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在郑若林老师的文章当中, 资本指的是垄断大财团联手构成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法拉西共和国国家框架之内,你刚一看看不懂,分散的凌乱的,但是郑若林老师说,看到最后看明白了,实质上是起着非常全面的统治法国的作用,郑若林先生说,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了解一些资本家究竟是如何从工薪阶层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作为一名记者,我在法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通过对法国社会的仔细观察, 剖析透视,对其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有了自己的看法,特别需要一提的,就是法国资本,法国这个资本在法国社会当中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渗透到每个角落,是一种巨大的,但是隐形的权利, 我们说资本首先在法国就是各大财团构成的,这些年,在十几五百强大财团当中,法国有二十六家到三十一家,其中包括安胜保险, 道达二能源,法国巴黎银行,加勒福超市,亲切吧,诸位,法国电力集团,等等等等,这些大财团在法国社会影响力巨大, 谈到资本与政权的关系,我们很多人会想到军工啊,石油啊,粮食啊,等大工业集团,当然不可忽略的,还有金融财团, 他们对政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具体而言,他们究竟怎么具体架空,怎么主导,怎么控制, 他说他在法国期间一直在观察做我们这些问题,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具体世界,实际世界, 发现人家法国社会是这么玩的,这么玩的,这么玩的,然后拼接组合日积月累, 然后逐渐认识到在法国这个国家里面,资本和政权之间是一种简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的关系, 所以各位,我向各位强烈推荐周二林老师的这本书,你有兴趣的话不妨读一读, 感谢各位收看,我是中国国民,毕竟实名,毕竟实动作,军军军,明斯马南,再见。